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应篇 汇编 第十九月 忠孝两个字 这两个字实在是德行感应的根本 所以《注节》里面在全篇最丰富的一段 我这个本子给你们用的本子不一样 我这个本子总共有十七页 这个一页是两面可见的 古德对这两个字重视 而忠孝 孝是沉浸的根本 佛法建立在孝道上 中国自古以来 儒家的教室 也是以忠孝为中心 这受教育 什么叫教育 忠孝而已 这个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就是要学忠 要尽孝 古人教我们 我一臣要尽忠 我一子要尽孝 这个是天理之场 人论之败 这个《注节》开端就这四句话了 《为尘尽忠》这句话要用现代言语来解释 所以佛教人 一意不一语 这句话讲得好 你要懂得它的意思 因为语言会随着时代变 意思是原则 是刚年永远不变 在过时 帝王的时代 唯一臣尽忠 是臣子对于君王 要尽忠 那么用现代的话来说呢 就是被领导 对于领导的人呢 要知道尽忠 这个意思 引申来说呢 为一切人民佛物 要尽忠 这个意思 注意就更好懂了 我们佛物 佛物有对象 对象是什么人呢 对象是人民 我们为人民佛物 为众生佛物 要知道尽忠 为子尽孝 这句话好懂 尽忠 这个尽忠 是以尽孝为根本 如果一个人 不懂得笑 他怎么能够竞争 笑是天理之常 人人之伴 忠实做人的大道理 你看看中国的文字 忠这个词 忠心 就是你的心 要正 要重 不能有批 不能有血 古人 给我们解释 沉浸 沉浸是相貌 一念不生 是为尘 由此 我们就可以体会到 忠心 就是一心 二心 就不忠 二心 你的心就拼了 忠心 忠心 是一念不生 生一念 就不忠 由此可知 忠这个字 沉浸到极处 真诚 恭敬到极处 才叫做忠 儒家的教训 佛家的教训 就是教的 这是天理之常 常是常到 永恒不变 在佛法里面讲的 就是 法性 之差 法而如是 人能够守着常道 这个人 就叫做佛 就叫做菩萨 圣调了常道 我一辈了常道 这个人就叫众生 就叫凡夫 可见的 圣凡 就从这个地方 一念 差别 人文之本 做人的根本 那么换句话是 忠孝这两个字没有了 人众的根本 就算是 还有人的形状 有人的样子 实际上是不是人呢 不是人 只是人的样子 天台大师 将法华经 将设法界展开 为伯界 谦入 伯界从哪里来的呢 每一个法界里面 都有设法界 譬如我们是 人法界 人法界里面 有人中之佛 哪是人中之佛呢 忠孝两个字 做得云云慢慢 丝毫没有确信 这个就是人中之佛 人中之菩萨 忠孝两个字 做到五尘以上 没有圆满 这是人中的菩萨 人中的圆觉 人中的身份 忠孝两个字 能够做到 摄之一二 那才是人中之人 能够做到四尘五尘 人中的天人 如果做不到 违背了 违背了 人中的畜生 人中的恶鬼 完全相违背 大逆不到 人中的地狱 每一法界都居足是法界 所以就是一半法界 每一界里面 都居足是如是 所以称为 背界迁如 背界迁如是告诉我们一个原则 告诉我们四十真相 这样再展开 一背界里面 每一界里头又有是法界 就亲眼法界 所以法界无量无边 法界从哪里来的 从我们妄想分别执着里面 变现出来 无量无边的法界 变幻无穷 这个里面 变幻里面有一个不变的原则 这个原则就是忠孝 所以在感应篇 忠孝这两个字 筑节占这么大的篇幅 这个是古大德的慈悲 爱护我 唯恐我们对这两个字 认识不清楚 试出世间的学问 能不能成就 关键就在这两个字 修行 能不能正古 关键也在这两个字 你是这多重要 他底下这几句话 我们把它念下去 意思 深广无敬 深广无敬 是为臣不忠 君 付何望于臣 为子不孝 叫父 付何望于子 畜生情受 之不如 安可 因人无 这个几句话 现在人听到 会摇头啊 听不进去啊 现在人不以为 安啊 认为说这种话 落伍了 这旧文化了 应当要淘汰掉了 反而是有这种观念的人 有这种行为的人 所以才招来 世间的大灾难 懂得忠孝的人 懂得这个道理 懂得四十真相的人 不敢为非作歹 连一念邪思 都不容许 哪里会造业 更何况造极重的贼 这些意思 我们同学们 要多多地去想想 多观察 细心去体会 然后才知道 圣人的教诲 至真至善 我们绝不能迷于世俗啊 迷于世俗 招来的苦暴 无由穷尽 诸位 也许想着 古今中外 有许多意义 都集中在这个时代 都说 这个世界会有灾难 我们学佛的人 不相信欲言 学佛的人 相信因果 如是因 如是果 如是报啊 佛不说欲言 佛说因果 善因 一定得善果 卧因 一定得卧报 因果 报应 丝毫不爽啊 忠孝是善 忠孝是善之 大根大本 这个字 不能 不多说说 要把它认识清楚 这两个字 在中国 制造文字 原则里面 都是属于会议 文字是符号 你看到这个符号 体会啊 这个符号里面的含义 忠 是忠心 不拼 不义 教我们 如何用心 忠是真心 偏了就是忘心 这个字是 教我们用真心 祝佛菩萨 用真心 声闻原觉 用的是相似的真心 还没有到成真 六道凡夫 用忘心 不真 这个意思 很深很深 笑这个字 是叫我们体会 四十真相 四十真相 是什么样子呢 你们看看这个字的样子 上面是个老 下面是个字 下面是个字 这意思 很明显地告诉我们 上一代 跟下一代 是一体 就笑了 上一代 跟下一代 分家了 就不笑了 从这个意思 再引申 上一代 还有上一代 过去 过去 无始 下一代 还有下一代 未来 无中 无始 无终 是一体 这是什么现象 岂不是佛在经上 给我们讲的 自信 法身的 样子吗 大臣经上常说 设访三世佛 共同与法身 就是这个字 最好的 读解 笑识什么意思 就是 设访三世佛 共同与法身 所以我常讲 虚空伐计 一切众生 就是自己 这就是笑词 这个古号 说明了 宇宙人生的真相 明了这个真相 你就认识笑道了 这两个字 和在一起 就是圆圆满满的 佛法 释迦牟尼佛 四十九年 所说的一切经 说什么 中教二字而已 不仅是 不仅是世增 所说的一切法 不理这两个字 乃之 乃至 受访三世 一切祝福 所说 五无尽 的法杖 也是这两个字而已 这两个字怎么说得尽 诸佛如来 一起说 共同说 说无量节 这两个字还是说不尽 我们连这两个字的 出钱的意识都不能体会 难怪修学 功夫不得力 严谨听教 不能开悟 严谨听教 不能开悟 是对这两个字不认识 念佛修行 功夫不得力 是这两个字 丝毫都没有做到 所以这两个字你认识 你会开悟 这两个字做到了 你就能修行正功 所以这两个字 我们也要多用一点时间 来跟诸位同修介绍 设计上 我知道的也不多 我能体会到几分 我也只能做到个 一分两分而已 诸节接着说 人虽应登天品 必须多利遂念 为至中至孝 今日谢世 明日便身天界 人之忠孝 为臣子大吉 其知 有为超度之本贼 这个话说得好 说得对 没错 这是讲到修行 感应篇 是道教 道教 道教修行 目标 叫升天 静如神仙的俱乐部 也很难得 身体不简单 佛法里面讲 欲介听 要修十善四无量性 色介听 还要修四禅八定 但是 人生在世 能够尽忠尽孝 不必修行 死了以后 自自然然就升天了 这个话是四十 忠是至中至孝的人 身天的平位也高 那么换句话 如果不忠不孝 虽修十善 四无量性 也不能胜吃 同样的道理 不忠不孝 念佛也不能往生 基罗世纪 你在念佛堂 诚心诚意去念 一天念十万声佛号 一样不能往生 所以这两个字 不但是做人的根本 也是修行的 大根大本 决定不能说好 这两个字 我们要多用一点时间 来研究讨论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昨天讲到中校 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 无论是 在中国固有文化 或者是在大乘佛法里 都是属于心性之事 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 在六书里面 都是属于 会议 也就是属于 让我们看到这个符号 体会 体会 它所表的意思 心 这个意思 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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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得 大家 在《愣言经》里面看过 《愣言经》一开端 世尊对着《愣言经》 问他 心在哪里 并没有 说是真心 或者是忘心 《愣言经》 《愣言经》 比我们聪明 说了七个地方 都被世尊否定 这段文字很长 古人的可判 定为奇处定性 也有人 把他判作 弃反 破除 都有他的道理 心不但 找不到 甚至心 也没有办法 想得出来 所以 所以佛经里面 常用 八个字来形容它 叫 不可思议 心心 心心 出灭 这八个字 能够说到一点 仿佛 如佛讲的心 都是讲真心 都是讲的本性 真心 真心 本性 必 一切 出 佛法里面讲的 心包 太实 那年 尤其 受得 透支 虚空 法界 一切众生 界是 为心 所现 所以心 能限 虚空 法界 一切众生 是心 之所现 就如同 我们做梦 一样 我们每个人 都有做梦的经验 梦里面 有虚空 有法界 有一切众生 从哪里来的 现在人说 从意识心里 就变现出的梦境 没错了 意识心 是个妄性 佛法里面讲 是心 变现出的梦境 而我们所谓的 现实的环境 现实的虚空 法界 云云 动生 又有几个人 知道 是我们真心 本性 变现 之物 这就没人 晓得了 心 没有像 心 心能 现 像 心 其作用 能将这个现 像 任运 变化 所以说是 为时 所变 设法界 一阵 庄严 实是什么呢 实是念头 念头 是心的作用 心 其作用 就叫做念 所以念这个字 也是会意 你看在中国文字上 念是精心 现在你这个心 你现在心在动 所以佛说 一切法从心 想身 心想 就是念 就是念头 心 其作用 如何将这个作用 用到纯正 事出事件的 圣人用心 是纯正 佛菩萨 用心 是纯正 纯正 就是 终 这个心上 如果不加任何符号 那就是 表地是心 加上符号 就是表上 表它的作用 终 终是振用 一点故事都没有 一点错误都没有 这叫终 我们要懂得 所以这个意思 无限的 声光 在儒家 大学里面 教人 诚意 更新 诚意 是心之体 正心 就是心之作用 要用到正 正 就是种 可是我们现在的反复 我们哪里知道心 我们哪里知道心 禅宗说的 若人 舍得心 大地 也无蹭土 诸佛如来 教人 没有别的 就是教人 认得心 而已 认得心 你就成佛了 那么由此可止 除佛菩萨之外 没有人认得心 身为原觉 没有明心 见心 换一句话说 还没有认得心 喉宽 瞪耳 下距 心 起作用 就是思想 就是见解 这些思想 见解 错了 错在什么地方呢 佛家将 有无名 障碍 烦恼 缴和 佛这么说 儒家也是这么说 所以 入佛论修行 都是心 断烦恼 然后 开智慧 智慧 开了 你就认得心 了 儒家教人 的 刚母 也是这么个 说法了 各无 致 这个 这个 各无 多重要 我们今天 修学 功夫不得力 就是没有 从这个地方 下手 没有去做 无是什么呢 无是欲望 无欲 一切众生 被无欲 深深的 贪念 执着 他的古报 深深深 事实 搞轮回 搞三五道 所以你修行 要想成就 你必须把五欲六成 写得干干净净 你才有救 不但世间法不可以谈 佛法也不能谈 《金刚经》上说的 法上印时 活款非法 我们想想 自己为什么不成就 为什么还造地狱业 学佛的人造地狱业多 我看的太多太多了 现前造地狱业 将来一定得地狱古报 不晓得狱暴之可怕 他敢造业 齐心动力 自私自利 齐心动力 欺骗动身 欺骗佛佛上 自欺欺人 他用的是什么心 这样的心 怎么能成就 以这样的心 做一点好事 也有一点果报 果报在哪里 三土六道里面去享受 如果五戒十善不具足 说老实话 五戒十善具足的人 不多 第一个 就不诚实 五戒里头 有不妄语 十善里头 也有不妄语 不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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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自己想想 我们有没有饭 如果要饭呢 地藏经上说的好 八十地狱 你能逃得了吗 不要说你有这个行为 齐这个念头就造业 这个我们在前面 已经度了不少了 齐心动力都在造业 自己还要享有好的古报 哪有这回事情 希望您 我在休斯顿 讲演的时候 遇到蔡老巨寺 蔡念森老巨寺的公子 我们在一起吃饭 谈到这个修学 之所以不能成就 他说一句话说得好 人功夫不能成就 原因就是不支持 我听了这个话 深有感的感想 真的 不支持 如家讲 支持近乎勇 勇是精进不屑 为什么不能精进 不支持 我们那天谈话 谈了也有一个具体的结论 希望我们来推行 支持运动 我们搞一个支持学识 有这么一个念头 人能够支持 那就是 事处是件 圣贤的根基 菩萨支持 所以他能成佛 声闻 云觉支持 所以他能够精进 什么叫支持呢 不如人是耻辱 要以谁做标准呢 以佛菩萨做标准 我们样样比不上佛菩萨 就是我们的大耻辱 去向佛菩萨学习 佛菩萨身心清净 事出事件 一切住法 放得干干净净 他能做得到 我们为什么做不到 我们为什么还要探浊 还要拼命在营求 错了 佛法将用心 都欠人发菩萨心 菩萨心里面 叫执心 叫至尘心 那是孝 真臣到极处 这是真心 是本心 是菩萨心之体 天心起作用 有对自己 有对别人 对自己的身心 身心是自立心的 对别人 是大悲心 大慈悲心 这是利他 所以 所以 身心 跟大悲心 都是忠的意思 你的心 起这个作用 正确 纯正 无邪 那么什么叫神心 古德皆是 好德 好善 这个讲得不错 好德 好善 之心 什么叫德 这前面讲过 存心是德 存什么心 我们讲 事处事件 圣仙的教诲 归纳成 十个字 真诚 清静 平等 正着 慈悲 心里面 长存 这四个字 就是身心 这是自受用 这是自受用 幸福 美满 幸福美满 就表现出来了 你的忧虑 你的烦恼 你的罪业 就能够消除 如果 与这十个字 相违背 你造业 你不能离开烦恼 不能离开 忧郁 不能离开 无意 先存着 是个字 这就是有德 前面 文上讲的 极德 念念不忘 这十个字 这是极德 雷公 大悲心 利他是雷公 你果然极德 德在哪里表现 德就在你形象上表现 古人所谓是 沉于中 而行于外 你的相貌 你的表态 就把这十个字 完全表现出来了 在你面孔里面 佛法将六根门头 放光 动地 什么放光 就这十个字 放光 动地是感动别人的 你的相貌 你的言谈与止 自自然然 行事出 看破 放下 自在 自然 这八个字 就是放光 动地 再加上念佛 那就更不可思议了 那才达到究竟圆满了 这个实际 我想我们每一个同学 都记得很清楚 都能说得出来 可是没有把它放在心上 没有把它放在行为上 因此 我们功夫依旧是不得了 依旧在造 六道一 说六道一 说得好听呢 设计上呢 造三土业 怎么得了呢 最近这些年来 我们修佛 前天 陈大使 问我 我们现在的题目是什么 我就告诉他 我们有个总题目 八个字 学为人私 行为事犯 我们的目的 知恩报门 要把知恩报门落实 我们学佛的人 知恩报门是挂在口皮上 天天念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土苦 什么叫四重恩 不知道啊 父母对我们有什么恩 老师对我们有什么恩 国家社会对我们有什么恩 一些众生对我们有什么恩 几个人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迟 知道而不能够做到 也是耻辱 要真正去了解他了 所以佛法教师 性解行政 你为什么做不到 你解的不够透彻 如果你理解透彻了 你一定去做 不需要人鼓励 不需要人勉强 自动自罚 就去做了 解的不够深 不够彻底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 还是一句老话 不耗舌 不肯舌 那就没法子了 谁能够学到呢 耗舌的人学到 恨舌 我往年在台中 亲近李老师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在家 没出家 我跟他一年三个月 以后到台北出家 李老师那个时候在台中 住了十年 学生十几万人 他很感慨地说了一句 你们这些人 跟我十几年 没学到东西 学到东西的人走了 台中同学 跑到台北大找我 他说老师说 你学到东西 你学到什么 我说老师没有特别教我 上课的时候 你们大家不都在一起吗 这说真话 老师从来没有特别教我的 为什么我能学到 你们不能学到 我有心 你们没有心 我想蛇 看一蛇 你们虽然天天坐在那里 听得比我多 机会比我多 你们是耳边风 你们听了 没有落在心上 所以 不肯折 天天在老师身边 守一辈子 还是造三途地狱 也报啊 那叫真真可惜了 今天我们看到 忠孝两个字 我的感触非常非常深 这一段文的注解也多 三十多命 希望读别 细细去看 看到的时候 你再听我来讲解 果然可以说 喜欢说 认真学习 你一定的受用 这个受用不值一生 决定往生不退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